非常感谢还能够坚持到现在的这个朋友 然后那个我分享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分享了 算上这一次的话应该是算第四次 再加上12月8号可能还要去太原做一次分享应该有五次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座的有多少是了解过这个深度学习的 起码听说过这个深度学习的词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你们对于这个深度学习来讲的话 你们的这个感觉是个什么样的 第一个感觉用一个词 模型 因为这边的这个世界有限 所以我也不采访太多的人了 因为本身来讲我这个PVT实际上之前是最早在我组织的那个 PFU记上面去做的这个分享 当时其实讲了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了 但在其他地方也能够扯两个小时了 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再多说 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抱着这个学习的心态过来去 参加这个参加我这个session 然后可能也会有人希望就会通过这个 呃 就是我的这个分享的话能够就是了解到这个整个这个 机学习是怎么一回事 但我想先给大家泼一盆冷水的就是 你通过我这个机器就是你如果要学机器学习的话 你光看我这个PVT肯定是不行的 你也不太可能经过这个PVT来学到有太多跟深度学习相关的这个知识 但是我希望在我这次这个分享之后 给大家能够有带回去有三个这个收获 第一个收获就是 第一个真正的这个机器学习呢 就是说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第二就是说 能够帮助大家有这个 呃 信心并且明确那个 学习这个机器学习的一个这个 呃 路径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希望大家能够成为一个专家 而且我在我反复强调的是说 你先不再考虑你先从一个专家 先考虑从一个专家在说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压力没那么大 然后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情况 咱就不再多说了 然后主要就是 我目前在西安还组织一个那个 呃 TFUG的一个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活动 TFUG我这边简单这个 说一下 因为这一块来讲的话 作为这个组织者 我肯定要推一推我们这个社区吧 用一句话来带过TFUG的话 最简单的一句话是 你可以把TFUG试作 这个TFUG的TFUG的TFUG 因为那个TFUG本身来讲的话 也是那个Google 官方赞助的这个机器学习的社区 成果它更加专注于这个机器学习 用TFUG的TFUG 所以就是说那个 这个跟机器学习相关的这个讨论 还有这个社区活动 主要是放在这个上面去弄 至于为什么没有放在TFUG的这个下面 这个话题比较大 所以也不需要来问我 所以就说如果有 有那个想要进入这个TFUG相关的社区 去表解我们未来活动这个组织情况的这个朋友 可以加入我这个微信 然后到时候我就会把大家给 那个拉到那个微信群中间去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 应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发到的这个 活动通知 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可能会 里面会有一些就是你有一些问题的话 可以抛到这边这个群里面来 到时候可能会有人来这个回答 但是我不能保证每一个问题都会有人回答 那我这一次的这个内容的话 其实也是主要是分成这个五大部分了 其实刚开始来讲的话 我会先谈一下整个这个分工 为什么我会要先谈一下分工呢 其实总体来讲 我就像刚才这位那个朋友说的 就是说大家一讲到这个机器学习 然后一讲到这个 包括大家拿到的那个 跟机器学习相关的一些书 比方说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那个花书 对不对 然后一打开那个花书 或者是西瓜书之类的这些 通篇的这个数学算法 然后可能直接把你这个 买书时候的这个万丈豪情 都直接就 至少一翻开 第一页 看上十页之后 可能就已经 少掉一半了 再翻十页 可能又少一半 但是 请各位记住 我们是程序员 而且我这边的这个课题也是指的是 面向程序员的深度学习 为什么我这上面没有写 面向算法工程师的这个 深度学习 其实我要谈一下 就是说 既然深度学习 现在这么广 但在这个程序员这个过程中间 他担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位 那个他和其他的 相关的一些领域专家之类的 是怎么一个分工协助的一个过程 包括他的一个程序员 你要学习 和掌握这个机器学习 你要掌握到什么程度 应该去怎么去学 这块是我的一个初衷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 可能一开始 没有搞清楚自己的一个状况 直接就按照 一个很传统的一种学习方式去学习 这一点是我 因为本身来讲 我这边也带一些 包括我自身的一些学习 其实也终结也绕过一些弯路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相当于是我的一个个人看法 第二个的话 可能就是后头就会讲一下 这个一些基本概念 再加上一些这个实在 最后加上总结 这都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套路 可能就是第一 第一部分的话 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这个是我这边的一个 当时写这个PT的一个思路 还有一个想法 同时最后在进入正题之前 我想提醒一下 就是说 对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吧 就是那个 学习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是一个 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东西 非常个性化的一个 这个过程 就是说其他人的 学习经验也好啊 学习方法也好啊 可以听一听也可以参讨 但是也没有必要 这个完全一五一十的去造成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自己 整个学习是你自己一个体验的一个 这个流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可能要给你自己的这个情况 去调整方法方向 包括这个 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书啊 所以 我希望大家在我讲完这个东西之后 忘掉我呀 忘掉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那行 那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 就是说先谈一下这个分工 关于为什么要谈这个分工的话 其实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 那我们就不再啰嗦 那我们直接先看一下 作为机器学习工程师来讲的话 他要搭建了一个系统 就可能很多人会讲模型算法数学 但是请记住 真正跟模型和算法相关的东西 只有其中那么一小块 也就是中间这个 就中间这个绿色的这一块 这块来讲的话 才是他真正的一个核心 但是你光有模型和系统来讲 光有模型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 他并不是一个系统 他从那个工程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挺多只能算作是一个这个元器件 那如果我要给一个系统 我要去给用户去用的话 我肯定是要一个是一个完整的产品 或者是完整的一个系统 你比方说像这个商城中间 大家应该买东西应该最常见的什么 像推荐引擎啊 应该肯定会有商品推荐 你买完这个书之后 人家还会推荐相关的书啊 买了这个书 等人还买过什么样的书 在他背后实际上是 这个跟机器学习相关的这个模型和算法在一起 但是光给你一个模型和算法 你能你会用吗 所以你等于是看不到的 就是最终用户他不会去管你的这个模型和算法到底是什么 你必须你交付给他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产品 那么支撑整个完整产品的整个这个加工的话 实际上是整个这么一块 可以从这个图上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这个跟机器学习相关的这个绿色的这一点 其他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是特别陌生 对吧 比方说这个安全 第二比方说相当于这个API 对外帮助这个API 然后那个数据我要传到模型之前 我要先进行一些处理对不对 然后这个结果我得要可视化对吧 然后我还用UI让用户来 同好的来这个与我的系统来做这个交互 包括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处理结果 包括模型本身 它也要这个存储 然后模型它可能会定期的去做一个更新 所以它会有任务调度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 为什么第一幅图会放会放这个 也就是说是如果 就是首先来讲 为什么我的那个PPT名字叫做 我会在这个过程中反复强调 就是说我这个PPT 它是面向工程师 或是面向程序员的一个PPT 所以作为这个程序员来讲的话 你要先记住 你要搭建的是一个系统 而不仅仅只是说是把这个模型给弄完就完事了 因为你仅仅只有一个模型的话 只是一个元气价 它并不能说是给客户交付太多的价值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幅图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关于这个机器学习工程师的这个技能 那在我看来的话 就是说机器学习工程师本体 首先它还是一个这个工程能力要为这个首选 对吧 因为我们毕竟是工程师 所谓的工程和这个实验环境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 在实验过程中间 我可能不会太考虑跟工程相关的东西 我可能会更多去考虑算法本身的这个东西 但是到了实验 到了这个实际产品过程中间 我可能就要去考虑 比如说安全啊 用户体验啊 等等 这些东西 同时的话 它整个这个模型更新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老模型 就模型我升级之后 我怎么能够很无缝的替换掉这个脑模型 并且我不能说是我替换的过程 那么简单粗暴 就直接把这个脑模型一关闭 然后我重新一上升 因为你关闭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人家正在用这个系 对吧 所以这块来讲的话 就是工程能力 它仍然是一个首选的这个能力 也就是说 我希望大家在有志去学习 这个机器学习的时候 不要先忘 首先要记住 你还是一个工程师 所以工程能力的话 这块你不要丢掉 不要说是只看到了算法 就把工程给 工程最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考虑 就像那一个 咱们那个成绩中间的一个邯郸学部 他要学这个其他人走路的知识 结果把原来自己已经知道 这种走路的方式都已经 这个忘记了 第二个的话 他需要知道 跟机器学习相关的一些内容 因为好歹咱们也是机器学习工程师 对不对 既然前面加了这个修士仪 那我肯定是要了解 了解一些相关的机器学习相关的一些内容 因为在这个 一般的公司里面来讲的话 它会分成两种 比方说像数据科学家和这个工程师 往往做模型和算法 实际上是这个数据科学家 但是模型和算法 它的那种方式的话 只是说是在这个 实验环境中间 而在产品环境中间来讲的话 它其实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考量 那在这种过程中间 如果说是你不去掌握这个机器学习相关的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对这个模型去做进一步的优化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像那个数据科学家 他往往给出来的是一个这个模型的一个原型 但是并不是说是这个模型 它不会太去考虑跟这个实际 比如说响应时间 或者是这个性能相关的一些 当然我说的性能可能是 比方说像request相关的 或者是这个处理性能之类的 而不是说是模型的那个等确率 这就乱七八糟的内容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它往往是由产品环境的这个 往往是由那个工程师来去做一些这个实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如果不了解机器学习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跟这个数据科学家 数据科学家去做一个这个有效沟通 同时的话 为什么他需要了解这个业务 业务的知识 因为我是要用机器学习的这个工具 去解决实际的业务问题 如果我连这个业务问题都不了解的话 业务领域的知识都不了解的话 那对于我们整个工程实践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打折扣的 所以我现在像现在有一些这个 呃 思路就是觉得这个有了这个深度学习 咱就 不用去管太多这个业务相关领域的知识 然后只要拿到这个数据 然后往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框架中间 直接一怪 然后自动就把这个东西给算出来 这个其实我是不太认为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把这个领域专家多少年的这些知识 就完全否定了吗 这个其实 我觉得是有当有待商榷 所以这块来讲的话 就是作为机器学习工程师来讲的话 他是需要 简单一句话 就是机器学习和工程师的一个结合体 所以他需要这三方面的这个能力 那么前面讲完这个整个我们要搭建的这个目标 以及他对于这个机器学习工程师的一个这个要求 那我们要看一下 假如说是 我们从现在开始 假如说是 一开始就说相关于是机器学习的这个背景自私为零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去入手去学习一个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技能 并且能够很快的能够去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 前面的正常的一句话 咱们就不用看了 这是来自于路由的一句诗 实际上说完了 就是说你要实际的去做这件事情才会有政治生活 尤其像这个机器学习这一块 你光去看书 可能记了一大堆凌势 但是你可能到了实际过程中间 结果还干不出来活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 我是把这个学习阶段 或者是整个这个自我成长的一个阶段 就是分成三个步骤 因为这三个步骤它是有一个背景 假如说你还是在校研究生的话 你可能可以说是先去看 比如说像花书啊 这些那些 就是类似于偏教材这种 因为从你本身还在这个学校这种过程中间 你的这些知识 还有你的一些背景 其实你是没有明白的 但是假如说像我一样 说老实话 就是我这边两千年 研究生一月之后 一直到这个 大概至少是十年 基本上没用到书上太多的这些数学相关的知识 因为当年正是处于整个这个企业信息化的一个 这个时代 其实它不太需要有这些特别高深的一些数学知识 但是这个技能是在这个技术是在发展的 而且技术的人们对自己是要有自我了解的 你总不能说是看着小弟也 全部都讲成这个技术学习你啥也不懂 最后还来更容易 那所以咱们也要有实际 那这个时候 我再去拿到这个 业界公正的这个 比方说花书 对吧 对吧 包括西花书一看 我的感觉其实跟这位 这个朋友说的是一样的 通篇的这个数学 我早就忘了 一二通篇的这个是算法 太多我都投了 所以这一块为什么会有一些这样一个总结 也是来自于我本身的这个我本人自己的一个这个经历 因为一开始来讲的话我不太会推荐像这个 已经毕业好多年的这些人 一开始就直接去推荐特别经典的这个书籍 因为这些经典的书籍来讲的话 所谓的经典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些这个前提要求 比方说你要去瞭解画 你要去开始上手去看花书或是西花书的话 前提是在于你还能够记得住 这些书中间用到的那些 比方说这个 信息代数 对吧 这个甘利鼓替啊 这个高度数学啊 这个甘西花招的东西 这种情况下走 谁最有优势 那些还没有递业的这些学生 但是 假如说它是上年优生 这个甘利鼓替已经给帮我干涉两年活了 我欢迎它 我可能也已经把这些数学知识给帮帮帮我 所以一开始来讲的话 我一般不会推 像这个初学者去推荐所谓的这种理论级别的这种经典书籍 也是在于这里 因为它的这个门槛太高 很容易一开始就把这个对方直接就给 给下到这个俗称的这个从入门到放弃 可能翻上实验子之后啪 说看来这个还不太适合我 那我就先测试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机器学习它能够变得这么流行 它肯定是有前提 它如果说真的是门槛很高 它一定不会变得流行 所以我请大家要记住一句话 就是凡是流行的这个东西 并且是对于这个普通大众 像我们这样的这种普通大众 它都已经能够看到深度学习反复出现的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它已经一定是已经平民化 平民化的东西它一定是入门门槛不高 所以说后来我就换一种 对吧 因为我们来讲的话 作为这个 我们学习来讲话 人是需要有几率才会有这个学习的动力 所以我想再问大家一句话 你们打游戏的时候 有谁会去先看这个游戏手册 对吧 对吧 没人看法 我现在因为创业了很少打游戏 但当年比方说大红井啊 或者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什么 这个仙仙啊 基本上的这个套路都是啥 先念了再说 反正有声务和大法 对吧 所以换一个时务 你一开始来讲的话 你直接去看花书 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为了拿深入学习去解决实际问题 你直接一上手去看花书 是不是相当于 我在打游戏之前 我就直接先去看这个游戏手册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其实我后头的那些 就是我 我觉得啊 就是我讲的这个精华 实际上是在第一部分 我的第一部分就是要让大家相信 精气学习其实没怎么办 后头的那些都是成都一套 其实肯定肯定 关键是第一部分 最关键 所以 你拿着这个游戏手册去打游戏 其实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而如果说是我只是为了拿这个 深度学习去解决问题的话不行 我一开始我需要去了解那些 卷积 LSTM 直接买七八糟的东西吗 那我干嘛不先 能够拿一个现成的这些工具 去解决我的一个实际问题 然后我能够相信 以我这样普通的资质 我也能够用起来这个深度学习的框架 建立起自信心之后 体会到好处了 然后我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好奇 想要了解它背后的原理之后 再去看这个 背后的这些理论之说 它是更加自然的 同时的话 我相信在公司里面 一个老板发令说 我要用我这东西要上机器学习 他绝对不会给你有时间来学习的 对吧 他不会说是 你不会跟老板说 我先给我学个半年 然后我就可以干活了 老板肯定说 最多给民众 你就把这些问题都保定 对不对 所以咱们赚 这个赚钱养家 你肯定要先解决问题 人家才会给你发工资 这才是你的这个价值所在 所以我的理论来讲的话 或者是我的方法来讲 其实就是 以打游戏的心态 去学习 所谓的这种高深的理论 但实际上 因为它已经平平化了 所以它应该不会说是太高深 所以一开始来讲的话 就是说 整个这三个阶段 其实跟打游戏 是完全一样的 一开始的话 能找感觉 所以找感觉的阶段 就是说你先把这个游戏 先圆几遍 比方说 现在大波罗三 大波罗四好像要出来 对吧 大波罗四 知道大波罗的有多少 凡是知道的 应该都暴露年龄了 对 咱一开始 反正大波罗的时候 不就是先 鼠标一上 快快快感觉几个操作模式 对不对 先感觉一下这个操作模式 然后看看这个 不许是咋玩的 之后 死上几回以后 反正重新再来嘛 第二个 你自己打游戏 是不是挺无聊的 咱要打游戏 比方说 那谁像鸿井 在教练的使用 哪个不都是师兄弟 一起开弹 对吧 第三个 你最后有的队友 你肯定必然会交流 那这个时候 肯定有人会说 你这方法太差了 我这边有更好的方式 那是不是就是要找攻略了 对吧 所以这三 这三个阶段 就是说 第一个阶段 找感觉 就是通过粒子驱动 来进行学习 为什么要通过粒子驱动 因为每一个粒子 它背后是有一个结果的 而不是像你看花书 或是西瓜书 还有更多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书 一开始给你摆上一堆数学公式 但是最后 你都不知道这个结果 到底是对还是错 你只看到一个概率 0.5或是0.6 对吧 到底成功失败 我也不知道 所以 一开始 先要以实际的例子 用实际的工具 去学习 第二点 就是先工具再理论 因为它 因为这种 像目前来讲的话 深度学习 它能够这个 红火 它一定是有平民化的工具 在做支撑 如果没有平民化的工具 在做支撑的话 可能在座的大家 也不会说是 有机会听到深度学习这个事 回头 过头有一张这个PPT 你们可以看看 整个这个深度学习的历史 到底有多长 为什么你们到现在才听到 第三点的话 就是 手动实现一个这个 关于神经 就是关于神经网络的一个 这个概念的模型 为什么这一部分也很关键 比如说 因为我面试的时候 我喜欢会问一些这个 比方说我如果说是 来的人他跟我说 他用了这个 比方说实际工材 或者实际 我首先会问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让他先跟我讲清楚 整个request的一个处理过程 对吧 你讲不清楚request处理的过程 或者是整个这个 类似于像这个 依赖注入的这个过程 其实你对这个 使用这一块来讲 其实是没有难的 而 你去了解 或者是掌握他这套 这个内部机制 一个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就是你自己去实现一个 这种概念模型 你不需要太复杂 但这个概念模型是相对比较完整 就相当于一个是 迷你的一个这个 类似于像poc 一样的东西 你只有整个把这个东西 给做完一遍以后 你大概会很清楚 它的一个处理机制 它内部的一个处理机制 所以第一个阶段 但是 找感觉 并没有想像 像我刚才说的 那么轻松 尤其是在 你这个手动去实现一个 这个神经网络的概念模型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 多少是有一些这个难度的 到了这个时候 我相信你肯定会要去 翻一下这个书 对吧 在你做的过程中 你可能也会要去翻一下 这个先行怠速 可能后头的不用看 至少看一下这个矩阵是啥 然后矩阵的这个惩罚大概是啥 对不对 那整个这个过程来讲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这个聚焦 并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也就相当于像我们 现在不是敏捷也很流行吗 敏捷讲究的一点是啥 延迟决策 不是说我一开始直接拿一个这个大的 这个big picture 为什么我那一天 哪一天在那个GPG的群里面 有人说这个 讨论这个魏夫这一块 乱七八糟 其实我认为现在 说的哪一天 很多创业公司一开始 直接用微服务 其实不恰恰 因为它连这个必要的一些技能 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 是怎么都不高兴 关于俗话来讲的话 就是说 它只看到比方说像阿里 或者是NFX之类的这些公司 去用微服务 但是他们又看到人家 为什么要用微服务 也就是说 我在群里面所说的 这个没有阿里的体量 却要学阿里的状态 那你是不是活着 活受队嘛 对不对 第二点的话 找队友 因为学习 学习本身来讲 它不是一个比较 这个 烈心的一个过程 你如果说是没有强大的一个 自制力的话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坚持的 因为 学习毕竟不像哪一期嘛 对不对 虽然说我是用游戏化的方式去学习 但是 它仍然还是一个 就是说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 不见得有那么有趣 可能很多人是为了这个 工作的压力 或者种种原因 不得不学 那我不去管这些所谓的 这些外在的原因 光看我们要学好这个技能 那你肯定是要找到一个同好 同好相互支持 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坚持下去 那对于机器学习来讲的话 有一个社区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听说过 开口 听说过开口的有多少 就上面那个 不能说太多 但是如果说是你去做这个 机器学习的话 我建议你呢 还是去参加一下开口之类的这些东西 而且开口本身来讲的话 其实也已经被Google给收购了 而且在开口这个过程中间 它其实是类似于一个竞技场 然后你有开口的这个 golden master的这个 徽章的话 你找工作应该是不会不用发愁的 虽然说是国内之前有一些这个微信上面的文章 把这个开口都给完坏了 但是你不跟他们玩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所以开口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去找到一个同号的一个场所 因为找到同号之后 如果我们俩之间才会有可能去做一个这个交流 而且就在上一周的话 实际上我们TFUG上面组织的活动中间 其实是专门讲过 怎么去玩这个开口 只是可惜可能来的人不算太多 边念边学缺啥补啥 这个其实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个东西也就不用再多说 第三点其实很关键 这去注重 因为有多少人还去做过所谓的这个非卖学习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看了个帖子知道的 他就是说好像那个大使说的 还是说那个通过输出然后倒逼学习 对实际上就是以交代员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 假如说你讲都讲不清楚 你怎么能够证明说你就学好了呢 所以我TFUG等着大家过来输出了 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找方案 因为你找到了工具 了解完理论 并且还有一帮哥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的话 剩下的都要去找这种解决方案 找到工具 对不对 因为总会有这个打游戏的过程中间 总会有那么一关 那咋就过去 就得要看看这个工具 那么一个很 而且在机器学习这个领域来讲的话 本身来讲各个方面的这个论文 还有发展速度 其实还是发展的比较快 可能今天的内容过几天可能就已经这个 属于这种老旧的内容 所以你要跟上这个时代的话 其实是要不断的去找这种方案 或者是看论文的 包括现在关于这个 深度学习这个 其实有一些很多的这些论文描述 像那个Patreon is cold Paper is cold 它里面不仅会有论文 同时的话还会有论文的参考实现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式 并且你把这些这个解决方案 能够记载起来之后 其实对于你解决其他问题 是有这种处理行通的作用 那最后的话可能就是对这个 能够达到后头说的最后说的两点 读圆码和扩展框架 我相信肯定是真爱 但是我觉得并不要求说是所有能够达到这个层级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在学习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带有目的心理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做法 就是你把你自己定位定到哪一级 对吧 你可能来讲的话 假如说你只是一个主管 或是只是一个架工师 你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说 我掌握这个深度学习相关的工具 还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它能够解决哪样的问题 可能就够了 你可能并不会去在乎 去用最新的模型去解决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模型和造法可能并不是你关键这个层次 你可能只是需要去了解它的这个对景知识 成为一个美专家就OK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 我也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要达到这种投入产出点 比较高的这个情况的话 其实就是你还是要明确你学习目的 如果你不明确你的学习目的 你现在比方说你生起一个环境 可能就没有机会去成为太多的算法工程师 你去照着算法工程师的这个角度去学习的话 并且我也支持你 在这个地方如果找不到这种东西 你换一个地方找多多点钱 但是就是说 作为一个牧师的一个开发者来讲的话 你要很明确清楚你自己的定内 然后知道你要学到什么层次 你就可以退出了 而不用说是一头扎进去就出不来 这一点是我要强调的一个内容 并不是说是你们大家不要学 这一点我希望避免大家引起这个误解 所以就是说我们学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一点既能够深入 同时我也要能够出来 知道什么时候该深入 知道什么时候该车退 这一点的话张持有度 这样的话可以包括这个进退 进退有什么我一下忘了 所以最后来讲的话就是你要很清楚 而不要人云亦云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说 会总结出来这三块的这个原因 最后的这个就是 就是几点这个我需要提醒大家的这个地方 就是说对于普通工程师来讲的话 怎么去学习这个深度学习 这光看不亮 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前面已经讲了半天了 第二点第二点很重要 就是克服心理障碍 因为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深度学习很难 但是为什么会觉得难 可能他给他造成的印象 恰恰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只看了花书或是西瓜书 然后看到这以后就直接就觉得就可以放弃走了 但是我前面也说过 现在有现成的工具已经有这个 能够把这个整个这个深度学习给平民化 如果说是你只是要随便玩一玩 或者解决一些很常见的问题的话 实际上是有些工具是能够帮你这个入手的 第二点的话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个数学的要求会很高 然后会讲这个 因为大多数人对于数学还是不太自信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 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你自己玩一玩就知道 并且还有一点也比较关键 就是神秘化这个机器学习类的项目 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神秘化机器学习类的项目呢 就跟甲方谈谈的时候对吧 这样子上可以保有更好的价格 但是我们自己要很清楚 机器学习没有那么神秘啊 它背后的这些东西 都是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有农牙发展起来 至少发展了有六十多年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自己开练的话 你一定要克服这个心理障碍和这个后头这个问题 就是说神秘化机器学习的项目 就所谓无知产生恐惧 这两点先把它给咔嚓掉 第四点和第五点 也很关键 也就是说 你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机器学习 就像他所说的 模型是关键 但是模型来讲的话 其实没有完全都自己写 因为外头其实已经有很多这个运行类的模型 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换一个程序员的这个角度来讲 你把模型本身就看作你平常用的那种工具库 或者是你的那种 如果说是架篮或架包啊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 外部引用的依赖 你换一个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就会理解 为什么我说 模型全部要 全部自己写 自己写是一个误区 我相信在座的大家没有说是 每一个工程 就一个工程中间 所有代码全都是自己写的 对不对 肯定要多少要引入一些这个外部的依赖 第四一点 最后一点 更加关键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不重视数据 觉得只要算啥 和这个模型牛逼 然后我这个结果就很牛逼 但是很可惜 你的想法是 幼稚幼且是天真的 就是too young too simple 当太难以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把模型 我把模型来当做是一个这个机床 我把这个数据当做原材料 如果说是模型 假如说这个机床很强劲 但是原材料很强劲的话 这个得出来的这个产品 结果其实是不好 必须要原材料和机床都很强 这样子到我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产品 所以我拿这个比喻的话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来重视 并且在机器学习的这个领域中间 数据的重要性 可能会更加强于这个模型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数据本质来讲相对还是比较客观 而模型来讲的话 可能比方说 A做的模型 B做的模型 可能是有差异的 而且模型是有机会去 优化的 而数据的话 一旦产生之后 基本上 就比方说我昨天产生的这个数据 对吧 我没有办法说是再去 回到昨天再重新产生 对不对 所以数据其实很关键 那前面扯来这么多 这个闲待 我希望大家能够 有一个这个信心 就是说 相信自己能够把这个机器学习 起码能够写一个Hotel的几个例子 对吧 能够写Hotel的几个例子的话 起码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那至于Hotel里面卖 卖多少路能够跑多快 那就是已经上当了 那我们要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Hotel的一些 跟这个机器学习相关的一些 这个技术概念 那很多关于那个深度学习来讲的话 因为我这边的这个标题 是面向程序的深度学习 但是很多人可能也听说过 什么人工智能 对吧 也听说过这个机器学习 也听说过深度学习 那这么多个学习还有智能 它们之间到底有一个什么的一个关系 其实左边这张图 右边这张图的话 其实已经把它给归纳出来 但是 左边的这个字我就懒得念了 但是请注意 不要把你们的焦点 只放在这个 单纯的这个范围上面 还要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时间点 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 人工智能 这个 处于它的聋牙状态 其实这个时候 基本上就是在计算机刚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对吧 包括图灵测试啊 包括这个 阿西莫夫的这个 机器人三大定律 所以 人工智能这玩意 实际上是伴随着整个计算机 一开始人就梦想说是有一个很 就是很聪明的这个机器就能够 我把这个事情全部都搞定 我只要发好指令就行了 但是你们看机器学习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在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志性事件 个人电脑开始普及 对吧 个人电脑开始普及 那个人电脑开始普及 意味着你的数据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算力越来越强 刚开始的话 在前面 所有的计算机 主要是军方或是研究机构 而且是 它的这个整个这个算力 其实是 并没有说是 太多 而且它也是相对比较集中 并不是说是 所有人都能够用得上 到了八十年代 摩尔丁利告诉我们 这个算力变强了 第二 它的这个个人 电脑的这个时代 开启 走入寻常百姓家 越来越多的数据产生 越来越强的这个计算机 出现 为什么在深度学习 这个期间 又出现在 这个 本世纪的这个 头一个十年 因为这个时候 恰好是移动互联网的产生 智能手机 对吧 移动互联网 基本上是在这个时代发生的 那这个时代 更多的人用上了这个小电脑 对吧 手机也相当于是小电脑 在用的过程中间 有更多的这个数据产生 可以 从这个时间点上面来讲的话 这两个时间点 算力在增强 数据在变大 同时 从这个方法论来讲的话 从那个工具和还有那个方法论层面来讲的话 机器学习本身来讲 它本身是基于这个统计概率的这个 理论基础来作为支撑 而 机器学习 那个深度学习的话 它是基于这个 深度学习来讲的话 它又是 基于这个整个人工智能 就那个神经网络这一块 来进行的这个 发展 这两项来讲的话 都需要有大量的数据 而且 神经网络需要的数据量 训练好一个神经网络需要的数据量 还有需要的这个酸力 会比前面要的 会比一般的这个机器学习要的会更大一些 所以他们在这个时间点 开始复兴 并不是说是没有理由的 所以我就说 这幅图来讲的话 其实它包含了很多这个方面内容 一方面是它的一个 这个知识的一个范围 第二个方面的话 是它的几个时间点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 引起注意 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这个促使当下这个人工智能繁荣的这个原因 其实就是我刚才前面也说到的 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的这个算力的发展 数据的增加 同时这个模型和算法本身来讲的话 它也在不断的这个推陈出行 那这一块来讲的话 是关于这个机器学习的一个算法地图 基本上主流的这个算法都列在上面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做这个知识普及的 所以大家自己去看 这个其实你们也不用去照 因为这个PPT的话 我在微信号上 那个公众号上 其实已经把它转成图片了 到时候我会把它发到那个群 那么关于那个机器学习应用的这个工作流程 这个我们可能可以了解一下 一般来讲这个机器学习 它是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属于这个训练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属于这个推理阶段 训练阶段的话 主要就是把数据背进来 然后把这个模型的这些 整个个参数给它调好 最后产生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那推理阶段的话 就是使用我们训练好的这个模型 直接去把这个数据来产生这个结果 这上面需要注意的有一点就是 上下两块的这个数据处理的这个流水线 它们的这个在进入模型前的那一刻 都要经过同样的这个处理 其实假如说 我把这个模型当作是一个函数来讲的话 前面数据预处理这一块来讲的话 是把原始数据变成我们 模型所需要的这个参数的格式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在两边 你在训练的过程中间 经过了哪些这个预处理 同样的话 我要在推理阶段 我也要进行哪些预处理 那既然我们是讲这个深度学习 我们看一下那个 什么叫这个深度网络 这个图其实已经说明一切了 左边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 简单的那个神经网络 右边的话是属于这个深度的这个 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 从这个图上面来看的话就是 小一等于三成 就是传统的 因为在最开始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最多就是三成 而后面让整个这个深度学习 发扬光大 其实它是超过了三成 当然具体细节会有一些量 这个东西我们也不会做 在这个 Session上面会做一个 特别详细的一个说法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 就是说小一等于三成的 就是普通的这个 传统的这个浅层神经网络 然后大于三成的话就是深度网络 并且有一点要注意就是 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两层全连接的网络 其实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因为为什么他说两层全 两层 在理论上来讲 两层网络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其实这一点来讲的话就是 我把每一个那个 因为每一个那个神经元 它本身是一个线性单元 对吧 就类似于这个集成电路的那个 一个小根本单元一样 那么它多个这个 单元组合在一起 其实就类似于无数个小线段 我可以组织成任意的这个 正义形状的这种线段 可以这样来理解 所以为什么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两层其实就够了 但是既然两层够了 为什么我们要引入多层 主要就在于底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计算的可行性 假如说我的这个 所以说是两层神经网络 两层神经网络 它的理论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但它要求你的这个神经网络 会非常的宽 而这个非常宽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话 并不一定说是具备计算可行性 很可能整个数据你说 在内存中根本就放不下 所以那我换一种试诺啊 就跟这个类似于像这个人一样 我可以先从一般的知识 归纳成高级的知识 然后再层层的这个低进 然后最后形成一个这个高级的一个结果 那么深度学习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试诺 它每一层的这个神经元 其实像每一层 其实可以试做一个数据流水线 那每经过数据每经过一个 每一层它会做一次数据转换 然后最后到最后一层的话 按照我们所需要的要求来输出这个结果 所以往往来讲 为什么在最后一层都是dance层 也就是说都是基本上都是全连接层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如何去使用这个 我是不是已经讲了48分钟了 超时了 超时严重 行 那前面说 前面说过就是说 关于机器学习来讲的话 它其实分成两个阶段 两个阶段的话 这一块就是针对于这个深度学习 它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说 在训练阶段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把这个模型给构建出来 然后去把它给训练 并且训练的目标的话 主要其实就是权重矩阵和这个偏制矩阵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我们会在后面 神经网络的这个基本概念的时候 会做一个这个简单的解释 而推理阶段的话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模型给加载 加载到这个内存中 然后把这个数据传进去 然后得到这个结果 那这模型它有两个来源 一种来源就是我前面 回到我前面所说的 就是说模型不要自己写 其实它有 就这句话其实隐含着就是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的话就是 我自己去手录一把 对吧 第二个来源就是我用别人已经训练好的模型 基本上就这两个 就跟你这个 呃 酷函数实际上是一码似 那前面讲过这个 高层面的这个深度学习的就是深度网络的一些概念 我们看一下整个这个深度网络的一个构成 神经网络的神经网络的一个最小的一个构成单元实际上是一个神经元 神经元本身来讲的话 从本质上来讲神经元 其实你可以看作是这么一个函数 这破东西 可以看作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函数 就是权重 这个太远了我都不习惯啊 可以站到这儿 嗯 熟悉 熟悉那个 熟悉 熟悉 嗯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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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那个单元 它的一个整个一个构成 实际上是这样子 就它分成两块 一块是这个输入 一块是片子 然后它最后的输出 实际上是要一个外 中间的一个处理结果的话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 权重加上片子 这块来讲的话 其实熟悉 如果熟悉这个机器学习来讲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跟一个那个 线性回归的一个 这种做法其实很类似 这也就是为什么 每一个这个神经元 它本质上来讲 实际上是可以看作 一个线性单元 但是多个线性单元 组合成一起 它就能够解决一个 非线性的问题 这个就非常类似于 数学中间的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 很多曲线 我可以看作是 无数条这个折线 组成的一个图形 第二个比方说 像分离叶变换中间 无数个这个正弦波 我可以组成任意的这个波形 第三个 类似于像泰勒级数 我可以任何一个这个 多项式 我可以把它分解成一个 这个泰勒级数的一个表示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要理解 在这一块要理解一点 就是说 每一个神经元 它只是一个这个 信心单元 而我们要所要得到的 一个知识 这中间X是这个输入 Y是这个输出 那我们要训练 所谓这个训练这个模型 我们到底训练的 这个结果是个什么 实际上就是W和B 也就是所谓的知识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 模型训练的这个结果 最关键的就是W和B 同时经过激活函数 来决定这个神经元的这个输出 整个这个处理函数 可以表示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 一个现象函数 那么讲完这个神经元 我们看一下这个层 因为每一层来讲的话 它是由多个神经元来组成的 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个 它可以视作一个是 单个神经元的这个矩阵化 比方说对于输入 对于输入来讲的话 它就比方说一乘N 一乘M 然后输出是一乘N的话 它的这个权重的话 就是M乘N 加上这个偏值 那输出的话 其实它也还是这个激活函数 加上就是激活函数 加上这个最后的偏值 它得到这个输出 那么我们前面也刚才也说过 把每一层当作是 这个数据的一个处理 流水线 它中间的这个输出的话 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输出 中间的一个这个数据集 并且为下一层的输入 并且成为一个下一层的输入 层和层的这个组合 形成一个数据的一个流水线 这就是一个它的一个 那个网络的结构 激活函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 在那个前面我们这边列出来的主要是一些常见的 常见问题类型的一个这个激活函数的一个选择 比方说在隐藏层的话 经常会用Sigma的或者是Renove或者是这个Tangent 而且现在来讲的话 Renove可能会用的更多一些 那关于这个东西是什么 其实不会是我在今天这个分享的一个重点 但是这边总结的这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这可以大家可以回去去记一下 因为这一块来讲的话 就我的讲法就是 一开始去深入这个理论细节的话 其实有时候会把自己给弄晕 我不妨一开始 我先把这些常见的这个套路给记住 之后我再去探讨它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这样子的话我能够快速的把问题去解决 至于回归问题的话 如果是任意值 输出层是没有这个 可以不需要有一个这个计划函数 但假如说回归问题是 它的结果是处于0和1之间的话 它可以选择直接采用Sigma 如果是分类问题的话 又分成两大类 N选1和2选1 它又分别有不同的这个这个函数 这块来讲的话 大家自己看一下就行 同时 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一下这个 关于这个训练的一个构成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更加方便你去对整个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 就是深度学习的整个运作 还有这个使用可能会有些帮助 因为你 不管你去用这个 Cris也好 或者是直接去用这个 Testflow也好 包括像Testflow2 基本上就直接就是用 就跟你去使用那Cris的那种方式 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你会发现你只有理解 它的这个运作机制之后 你才能真正把它给用送 因为它的那些API 还有它的那些写法 其实都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在这个训练过程中间都做了哪些事情 这个输入经过每一层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这个预测 预测的这个值 我会跟我实际的这个Target 做一个这个对比 做对比的这个过程中间 其实是通过这个损失函数来做一个输出的 这个中间我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输出 这个输出的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的话会告诉优化器 如何去调整这个权重 然后循环的去往复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 整个这个一个结构的话 实际上如果说是有这个 自控出身的背景的话 可能会更加了解一些 就是说 它实际上就类似于一个反馈回路 然后再不断的去反过头来 再通过这个反馈的这个结果 去调整这个输入 然后再经过这个处理 又有输出 然后再跟目标对比 去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反馈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至于这个损失函数是什么 大家也看一下就行了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 基本上都是约定成熟的一个选择 比方说在这个回顾问题的话 一般都采用类似于就是MSE 然后那个分内问题的话 可能会经常采用这个交叉商 而所谓的这个优化器 它基本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调整这个权重和这个偏执 常用的就是那个SD 所以这一块理解这样的一个图 其实比刚才去理解前面可能会更重要一些 而且在这个图来讲的话 实际上在你写这个 比方说你去用Cris也好 或者你去用Testflow也好 它的API的一些参数 它会直接就会去让你去 这个去进行一个选择 那前面也说过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数据 其实是传到那个模型中间 是要做一些处理 为什么我要去做处理 很简单 模型它只能接收这个数值化的这个参数 比方说如果这个模型 它是比方说这个数据是文本的话 比方说我要知道 大家对于这个电影的这个评论 它的这个情感 到底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情感 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情感 还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一个评论的话 我直接输一组文本 这个模型是看不懂的 模型它一定是需要有这个数字输入 之后再数字输出 之后如何去解释这个结果 这是文程序的问题 那么如何把文本去变成数据 这个是这个预处理的问题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这个可能性 比方说 有的参数它的量刚不一样 比方说它的有些参数 它的量刚可能是零和一 有的参数的量刚可能是在这个 一万以上 那如果所有东西你不加处理 直接去放到这个模型中间去算的话 而且前面也说过 每一个这个 每一个神经元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权重乘以这个 水入再加上片子 不同量刚的这个东西组合在一起 其实会把有些很重要的这个权重 的重要性给它给压低 因为比方说你一万 你一万的这个东西的话 乘一个权重 和一个零点一的这个 东西的话 去乘一个权重 其实这两会有很大的一个偏差 但是实际上可能一万 在这个特征的范围中间 可能还属于这个低档 而零点一的话 可能在另外一个范围中间 还属于一个高档 这样子的话 你不做处理 你是没有办法去 不能很好的去把这些东西 去包的出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 前面所有这些东西 比方说常见的像标准化 规义化 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 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数据结果 中间可能来自于很多系统 来自于很多系统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比方说 一个最典型的问题 就是这个数据有这个 Q师 对吧 比方说这个数据中间 我想要这个生日 这个人他没有 第二 我想要性别 但是当时也没人填 或者还有一些错的 对不对 包括像字符 比方说星期一和星期二 星期三 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 把星期一和星期二 星期三标成一二三四 这又会给这个特性 所谓的feature 覆盖另外一个含义 也就是说 意味着就是星期三 比星期二重要 对不对 一二三 所以为什么会有 内税相当 或者编码呀 或者一些乱七八糟 其他的这种东西 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 处理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就是常见的这个 预处理 比方说像标准化 皈依化 缺失值 字符的这个标签 然后文本数据的处理 包括这个图像的处理 正则化等等等等 这个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要搞清楚 为什么我们需要处理这些东西 包括 所谓的自然语言处理 其实有很多这个 所谓的他的其他的一些模型 很大一定程度上 实际上就是要去解决那种 如何这个 正则化 不那个 数值化的一个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训练数据的一个 那个划分的话 可能需要了解一下 这就是前面需要了解几个术语啊 因为大家如果看那个资料的话 可能会经常看到 比方说 one pass one pass的话就是处理完一条 就是一条处理完以后就是pass 一个 一通行的话是相当一个批次 走完 因为有些时候数据量太大 我没有办法全部加载在内存中间 可能我会比方说分成 比方说五十一批 五十一批 那处理完一批 就是一个 一推行 那个一拨 就所有数据全部走一遍 这就是一拨 所以这个术语可能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基本上 所有的书上面都会讲 并且你的 dpi上面 一般的工具 dpi上面会让你去指定 你的batch是多少 你的这个epatch是多少 所以这也是我前面这边说的 就是说训练模型的时候 你可能也需要去考虑一下 就是说你如何去对这个 因为这个模型的训练 它不像我们去写其他程序 比方说我跑完一个程序 大部分的程序可能再慢 就比方说咱就有一个人 就是一个这个大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很烂的一个设计 对吧 这个数据库本身该建的那个索引也都没建 然后这个烂设计 一直行 最差 至少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应该是有结果的 对吧 但是模型来讲的话 模型训练可能一周 或者是这个几个月都有可能 所以 而它的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跟 就是每一个batch 或者是epatch 本身来讲 其实它是多少是有一些关系 包括 就是说 我训练的越多 我训练的越多 可能对于整个模型的训练 那个性能会 会有提高 但是 同样的数据 训练到一定层次之后 这个 这个模型的这个 准确度的这个性能 就提高就有限了 那到底是选择多少 这个是你需要去做一个考量的 这个是你要去做这个选择 所以这块来讲的话 就是训练模型的时候 这块是需要考虑的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这个数据集的划分 数据集的划分的话 这块一般都会 分成所谓的三个层次 三个集合 比方说训练集和测试集 还有验证集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比较这个 就是 这个 本身它的这个 什么什么集 就这个名字 其实已经涵盖了 它的这个 意思 可能大家会觉得平常 就一般人来讲的话 可能会觉得就是说 有训练集和测试集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对吧 我用训练集去训练数据 然后我去用这个测试集 来测试这个结果 对不对 那中间为什么我会有一个 所谓的验证集呢 这一点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要避免 一个所谓后头 要讲到的这个过拟盒 因为有时候 你这个程序 非常 训练的非常完美 但是一上这个 实际的这个战场 可能就这个 性能表现很差 这个实际上就是典型的 这个过拟盒的一个表现 但是前面也说过 就是说 模型的这个训练 实际上是需要一个 很长的这个时间 我如果训练 比方说 一周才发现 最后有一个过拟盒的 这个结果 那我干嘛 不能早一点发现 而验证集 实际上就起到 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在训练中间 就去验证当前的 这个训练 是否出现了 这个过拟盒 如果出现了 有这种过拟盒的 这个情况 那我就提早退出 不要说 我在等上一周 再出现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神经网络这一块来讲的话 它只到 一零年 就是深度学习 它只到一零年 才真正 这个 焕发生计的原因 就是因为前面这个 算力不够的情况下的 数据又不够的情况下的 加上它这个训练 时长又很长 可能怕你为了写篇 博士论文 光训练 做一次实验 可能半年就过去了 你这搞笑了 你啥时候 才能逼得点业 对不对 而后头来讲的话 分布师计算 大数据的 大数据的那个 时代的到来 把这个 时间大大的缩小 然后理论 还有这个模型 有大大的这个提高 大大的缩短了 做实验的代价和成本 这样子的话 才会有 后头的这个 整个的繁荣形式 那么关于 这三个数据级的 这个比例 这边都是一个 经验参数 这个大家看一下 就OK了 那中间来讲的话 关于那个模型的 这个部署 这个是需要讲的 因为前面说过 就是说模型 我们是要先训练 再使用 对吧 我们不能在训练过程中 我们不能在训练 环境中间去使用 所以我这个训练 这个东西 我是要把它给部署过来的 那么我前面也讲过 你把模型理解成为内裤 就OK了 所以如果理解成内裤的话 其实有多种部署方式 一种方式 我直接牵到我的应用中间来 对不对 直接就当做一个函数调用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我给它做一个这个 Restful API 对吧 然后让它给暴露 大家都能公共去调用 那底下的这个图 底下的这个图来讲的话 实际上是 跟这个Testflow相关 因为咱毕竟还是Google的活动嘛 等下提一下 左边来讲的话 其实是这个 它的这个 这个图实际上是 从那个Testflow 2.0的 最新的那个文档 上面去解出来 它这个其实就已经比较清晰了 就是说 左边是那个训练 右边是这个部署 训练这一块的话 咱就不看了 你Save SaveModel SaveModel 实际上是相当于 我把这个训练结果 把它给保存成这个模型 然后我可以部署到三种 部署到整个这么多种情况 比方说像这个TF-SERVING TF-SERVING的话 实际上就相当于 你直接就可以通过RPC 那个GRPC 或者是这个Restful API 就能够访问 TF-LIGHT TF-LIGHT的话 就是我可以把它部署到 这个移动设备 比方说典型像这个安卓 对吧 LS 树莓派 然后TF-JS TF-JS的话 实际上是这个网页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TF-JS的话 其实它不仅可以 去用模型来做这个推理 同时的话 它还可以完成这个训练过程 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需求 也就相当于 比方说我在上面去 点这个网页的这个同时的话 我就收紧了数据 然后现场有一个小模型 去在里面去做一些训练 然后去预测你下一次的一个 再用这个训练过的这个模型 然后再预测你下一个的这个 动作或者什么 就根据需求来了 而且你可以看 如果你去关注当今这个工具的这个动态的话 你会发现 现在有一些工具来讲 把它实际上 有些浏览器实际上是支持直接去使用这个GPU 然后其他语言的绑定 其实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最后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 模型并不要求就是说是 我用什么东西来训练的模型 我就比方说我用TF训练的模型 我就我这个模型我只能在TF中间用 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完全可以TF训练模型 我被比方说被MXNet去使用 这是AWS出的 或者是被这个DF 那个DF4G 这是Java的这个一个深度学习的库 完全是可以跨这个框架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 模型它也有一个公共的一个这个 通用的一个结构 这个是跨框架 所以这一点可能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关于这个境界概念 咱们讲得再快一点 讲得我都有点累了 那前面我们讲过 前面讲的是很泛泛的那个层 但是如果神经网络深度学习 只有那些很无聊的层 而且还有就只有这些套路 是不是很无聊 所以为了解决各种问题 我们后头又出现了这个 很多这个其他的不同类型的这个层 比方说卷积 卷积层的话 往往会用在这个视频啊 或者是包括像有一些这个 甚至像有一些文本分类中间 可能也会用到 像Pooling Pooling的话 往往会跟这个卷积去使用 Java的话会随机删掉一些这个神经元 Dance层的话是这个全链接 Embedding的话是在这个持相量转换的过程中间 等等等等这个东西我就不多不多说了 但这个地方我希望给大家留下来的一个印象就是 每一个层前面也说过 你把每个层是做一个处理单元 那么不同类型的层 它是为不同的这个数据处理做服务的 至于卷积是什么 这个Pooling是什么 Java的又是具体是啥 我们会放在活动预告 活动预告时间 TFUG活动预告时间 12月份的TFUG的中间我们会 因为这个是那个Google要求做那个什么 那个TFExtender版的 可能忘了 那个东西来讲的话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肯定要放它的一个这个视频 对吧 按这个组织要求规定 第二的话我们会有一个这个Workshop 这个Workshop中间我们目前 目前计划的实际上是有两个Workshop 一个Workshop就是这个手写识别的这个Minist的这个数据 这一块来讲的话可能会讲一下 会简单介绍一下整个卷积的一个 卷积神经网络的一个基本原理 第二个的话可能会去介绍一下这个 INDB情感争行 这个是会简单介绍一下RNN的这个原理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问题 它有不同的这个神经网络这个层 所以这个关于他们是什么 留个悬念参加咱们的这个TFUG 12日份的这个活动 你就能够知道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幅图的话 其实已经揭示了一些这个 关于卷积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形式 简单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低层次的特性 经过处理之后 这个生成高层次的特性 逐步的往上走 跟人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就是我一开始 神经人刚开始可能就看到这个点 看到这个点之后的话 它会形成线 形成线再形成面 对吧 形成面之后有基本形状 有基本形状之后 它会组合成高级形状 最后所有的高级形状 汇整出来形成一个概念 对不对 整个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是常见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结构 所以并不是说是神经网络 只是啪啪啪啪啪 全部都是全连接 这样子的话 那基本上咱都不用讲了 五分钟之就可以搞定 而且大家应该也不会说是太复杂 这中间的这个 每个层次我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去看吧 这一块来讲的话 这个嵌里河和过里河 我可能需要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 不管是你去做这个深度学习也好 还是这个机器学习也好 都需要了解的概念 这个上面本身 这个图其实已经说明问题了 嵌里河的话 实际上就是这个模型的这个能力太差 它没有办法去把握住当前这个数据的模式和特征 打个比方来讲 就是这个人知识太差了 咋都交不会 这是第一点 过里河的 过里河 过里河 相当于我把这个东西给死基因背 背了下来 然后训练的时候几乎百分之百 但是一遇到新的这个提醒 它就不会干了 所以这种过里河相当于是死基因背那种类型 就它把所有的提醒都给背了下来 但是遇到新提醒 它就不会变通 然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模型 其实就是中间这一点 就是它能够把握住整个这个 数据的整体特征 这一点来讲的话 同时中间的这些对策我们也不太多说了 这个东西大家自己看 但我要在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希望告诉大家有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 因为大家都是技术人员出身 对不对 技术人员对自己是有高要求的 我希望我的这个模型要完美匹配这个数据上的这个每一个点 对吧 大家肯定都有安耐不住这样的一个这个 相当于强迫症吧 但是请注意 这些数据是来自于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 而且现实世界中间是有噪音的 所以你完美 有时候你完美匹配所有点 实际上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你也有考虑现实中间的噪音 所以机器学习的目的 我们是为了把握住数据的整体特征 而不是完美匹配数据的所有的一个点 对吧 所以这一点来讲话 我希望大家要有这样的大机关 你没有这样的大机关 你只能证明你很高兴 那么在优化过程中间 因为那个机器学习采用的是一个 所谓的这个T2下降的这种东西 所以有一个形象的一个图吧 关于什么叫T2下降的 大家自己回去自己看就完了 或者你刚开始假说 你使用这个Chris的话 哪怕不了解也都无所谓 你先干完几个例子 然后在你老板面前 这个老板给你点赞 或者给你发奖金之后 然后你这时候再趁势给老板说 我还需要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但是我需要时间 对吧 这是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要先要让老板 看到这个成效之后 我再找老板要这个条件 这样子的话就有的商量 你说你老板啥东西也没看到 你就说我一开始 一上来 我就要用半年时间 肯定老板不同意 对不对 那回到这一块来讲的话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都是会要有这个所谓的 要有一个寻求这个 因为模型就训练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要求最优解 但是有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所谓的安点 安点来讲的话 它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是处于一个 其实它比起上面来讲的话 它比上面来讲的话还是好一点的 但是它又不是最优的 换句话来讲的话 它是次优解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因为你是处于一个平缓的地带 你的这个每次 等于相当于是你每次的变化率其实没有那么高 这个可能会导致几种情况 就是你的这个学习的性能特别低 而且整个算法根本就没有办法收敛 跑了好长时间也都没有一个结果 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整个深度学习来讲的话 为什么要讲我会强调过礼盒 还有欠礼盒 还有这个安点 其实搭建深度学习的这种东西来讲 其实没有什么复杂度 但是调参调优可是一门手艺活 中间你要跟过礼盒做斗争 你也要跟类似于像安点这样的东西来做斗争 所以这一块才是你们真正的这个敌人 至于你去记住什么这个卷积层 这些东西都是套路 都有一些这个依据可学 对吧 这一块不需要 这一块可能是需要这个大家引起重视 那么前面讲的那些东西的话 只是冰山的一角 而影响整个你模型的这个过程中 就还有很多其他的参数 所谓的超参数 超参数 前面讲过 就模型中间也有参数 对吧 但是那个参数是它是能够自己 自己通过训练 学会的 而超参数的话实际上就是 从这个名字上来看就比较牛逼 因为它有个超字嘛 对吧 它是没有办法通过模型的训练 这个学习的 它相当 它是你 它是你人为指定 也就是超参数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人为指定的参数 但是这些人为指定的参数 又会反过头来影响你的模型的性能 所以如何指定超参数 这就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手艺活 难倒了无数英雄好看 这一块 大家需要引起重视 但是好在 Google又推出来一个所谓的auto ML 能够帮助大家自动去调整 这个超参数 也就是说 说的更加那个傻一点 就是我把一堆数据给收集完之后 直接关进去 它甚至能够帮你把这个整个这个网络 神经网络的这个结构都给搭建出来 并且参数也能够调好 也就所谓的它目前的一个auto ML 这一点大家可以自行观看 如果说有困难看不到auto ML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个 开源的一个实现 就是autocris autocris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实现 它的整个这个目的 和要解决问题实际上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它仍然还属于这个早期 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未来的方向 那么关于这个前面讲了很多理论 里面讲了这个 第一部分给大家换的是这个鸡汤 防止大家去树立信心 第二第三是讲的是一个跟概念相关的内容 也是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比较干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已经都打瞌睡了 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实战 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主要还是用Python 对吧 虽然还有其他的这个 比如说像RM 或者像Pyber之类的 一些八种东西都有 但是就生态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Python 这一块的生态是最ok的 然后工具来讲的话 像Python现在又有两大流派 比方说PyTouch和TestFlow 这是又是两大流派 这两个之间又相互那个啥 这个咱不用玩 首先 大的这个环境 咱使用这个Python就ok了 第二点的话 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Python的话指定 这个东半的这个镜像 要不然的话 很慢 众手周知的原因 第三一个 除了Python你还可以考虑采用康导 因为康达中间有一些 预先这个编译好的这个包 可以帮助你去 省很多事情 因为有时候你PIP也 可能会安装出问题 你也不知道是哪个环境的问题 但是康达这边都已经装好了 所以这个编译好了 所以你直接用就完了 因为之前我也不知道过 比方说我当时要下载 那个Facebook的那个 时序数据的一个包 就是那个Trofit 当时用PIP直接装的话 直接我机器就包错了 编译也通过 后来我也想 用康达上来 所以用康达直接 它编译好的包 直接一下子OK 然后也没用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省事 我觉得就是说 没有必要 你去跟自己过去 当然除非你 前提是你要有时间 假如你的时间紧的话 按最快的方式来 搞定问题之后 你再去跟自己过去 这样才是成长 最后有一点的话 我希望 这个 就是 大声疾呼啊 在这儿用Python有多少 那么我就问你们 用Python 用那个ENV的有多少 你会为你的每一个工程 或是专门去创建ENV吗 不是 不是为一部分 一部分 它就需要 一部分 不会用每一个创 那中间还是有人 没有用过ENV对吧 这我是 大声疾呼 一定要用ENV 因为之前 我这边吃过亏 导致我整个环境 全部重建 Python相关的环境 你不用ENV的话 能够翻试 而且Conda这块来讲的话 最好的一个地方 我比较喜欢 就是 它可以指定你ENV的 这个Python版本 而且Conda基本上 就一把说了 你要是再用其他的 当然还有什么 Vertu ENV 还是麦七八糟 不可感悟 干脆一下就只有Conda 所以这块 底下的那些安装包 自己看一下就完 另外的话 VS Code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 咱也不多说 然后因为 那个ES Code的话 VS Code的话 它也可以指定环境 这都已经弄了 最后 这个东西本身 我笔记本的转接头 也没带 这个大家随便看一下就行 这个就是那个 一个Minist的 一个例子 但是这块 没有用那个卷辑 这个就是用最常见的 那个单死层去做 但这块 是一个完整的 端道端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分成三块 第一块是那个 加载和训练 第二块是模型的 这个预测 第三块 就是这个保存 和重新把这个模型 给加载过来 所以这是一个 整个一个完整的 端道端的一个例子 其实 没有那么复杂 最后的这个总结 再灌点鸡汤 应该没有那么难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 Kris 凡是用过Kris 应该都知道 写个这个简单的 这个深度学习 太简单了 我都买得出 第三个 调餐 脏活累活 这是最能够展示 你手艺的地方 但是AutoML 和AutoChris 这类工具的出现 应该意味着一个 自动调餐时代的 这个到来 但是 这中间 大家有一点 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有一块 是他们这种调餐工具 没有办法替代的 也就是数据 所以把你们的精力 花在如何收集数据上面 这一块来讲的话 是最关键的 最后就是 你要自己去 跳进去 你只能跳 只有跳进去 你才能够 有所成长 否则的话 你总是在按上去 看人家折腾 那就看你 主要是干什么样的活 你的活 如果主要只是 靠耍嘴巴皮子 这个也可以 但是 你跳进去 自己弄一弄 多少会有感觉 会讲的会不一样 对吧 最后推荐三本书 这个东西 右边 右边这个 这个 Notebook 实际上是在 Google的官方站点上面是有的 这个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然后 这本书实际上是已经出版了 这本书的作者本身就是Chris的作者 这本书在国内目前出的是第一版 第一版中间它还是以TF1为例子 但是现在已经出第二版了 第二版的话是以这个TF2为例子的 而且我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两本书 这本书来讲的话可能会更偏实战 但是你他会带着各个例子去贯穿 然后去把理论结合实际 然后这块来讲的话 这个更偏实战 理论讲的稍微简单一点 没有什么太多的数学公式 这个呢 数学公式会稍微比他多一点 但是比花书要少得多 而且假如说是你对 做科研没有什么兴趣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你可以不看花书 看这本书就OK了 这本书里面既讲了理论 又讲了数学公式 同时还有很多 这个论文的这个 链接 包括后头整个这个 知识体系相当完整 不仅仅只是说是这个 深度学习 包括像这个传统的这个 机器学习 基本上都有设计 可能像有一些 持续数据这种特别 就持续分析这种特别 专的这种领域 可能没有那个 但是它单面 它的广度已经够 所以这个书我也是比较推荐 假如说你还有余力 还想自虐的话 可以考虑看花书或是西瓜书 基本上这个是我的这个 最后 再广告一时间 这是我的公众号 我的那个PPT 所有的分享 包括我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那个分享 比方说像这个 区块链相关的 这个分享 都会把它转成图片 放到那个 我的公众号上面去 而包括我一些 这个人文方面的东西 比方说最近写了 程序员商业思维 这个系列非常棒 非常推荐他 所以欢迎大家 关注现场戏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